杜宪和陈道明年轻的时候,就认识当时,陈道明为了杜宪做了很多事。 比如说,他当时为了征求杜宪父母同意两个人交往,所以在雨里面等,整整等了四个小时,而且为了能够经常跟杜宪见面。 所以,本来是在天津做一个跑龙套的陈道明,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,就是为了跟杜宪近一点他曾经说过, 如果我不认识杜宪,就不会考中央戏剧学院,如果不考中央戏剧学院,就不会拍《墨战皇帝》,也不会拍《围城》,也不会有现在的我后来杜宪毕业,进入了中央电视台,开始做一名央视的主持人那个时候的电视,还是黑白电视机。 很快,杜宪就在这种比较呆板的氛围当中,有了自己的风格。 那个时候,杜宪相当薄,但是陈道明还是一个小演员出演了《墨战皇帝》之后,慢慢出名但是随之而来的,也有许多质疑这个时候,杜宪就出面力挺他老公陈道明说, 我不知道,中国第一的男演员是谁,但是在我眼中我们家的陈道明,永远是第一。 这一句话让许多质疑的人闭嘴。 后来,陈道明又出演了《围城》等等电视剧,直接成为了许多粉丝心目当中的荧幕男神。 即使是现在这么大岁数,他跟晋东在一起仍然是一位相当有魅力的男明星,而杜宪却慢慢地退去了光环,他后来离开了央视,开始转到幕后。 这个时候,陈道明就支持他做自己的事业,现在杜宪成为了一名老师。 虽然说不在电视台工作,但是依然特别有气质从一开始的主持人,到后来,变成了编辑,最后成了老师杜宪这一生,也是相当坎坷。 但是,跟他的老公陈道明,眼分不开年轻时,是央视主持人力挺老公陈道明,如今是老师依然有气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